我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叫陈东 然后现在是在一家传业公司叫cobo 然后目前是frontend lead 并且花一分钟介绍一下我公司 我们公司名字叫cobo 主要从事的业务是数字货币的资产管理 然后目前有三条业务线 第一条是面向中端用户的cobo wallet 这个大家在国内app store下不到 你反正底下官网 然后在无官网下载 如果有国外的google play 或者app store 你别搜导 叫cobo wallet 第二条产品线叫cobo wallet 是面向 它是一个硬件的数字货币钱包 然后面向的是一个 就是说假如说你有10个BTC 或100个BTC 这样的一个资深用户吧 然后第三条产品线叫cobo casting 是面向企业用户的 这样一个数字资产的托管服务 目前我们在北京上海西安西亚图 都设立了office 同时我也是CN office的负责人 很高兴今天有机会跟大家在PTG 然后交流一下我们使用react native 然后来创建一个数字货币钱包的这样一些经验 OK先做一个调查 大家了解Bitcoin或者说去块链吗 大家可以取个手 有多少人有币 都有 有多少人有10个BTC OKOKOK 那大家怎么管理自己的数字资产呢 或者说怎么管理自己的BTC 有B的同学学型带去看什么 OK 基书 这个曾经有诗了 先讲一下 然后这个诗诗 就是说基本上是一半在钱包一半在标理所 OK 那位同学 在交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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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还有吗 交易所 都在交易所 交易所完了呢 交易所要是跑了 你的B就丢了 现在市值很低 交易就丢了 OKOK 我开玩笑 但是可以看可能有 百分之 差一句 你说 那个当年那个特别有名的那个门头钩跑掉的时候 我就丢了六个 BTC吗 对啊 OK 可能有百分之二十左右的同学是有 你的数资产 那么目前刚才金书也聊到了 他把它一部分的这样一个币是放在钱包里头 另外一部分的币放在交易所 当然你在交易所里头就可以去买其他的币 我就不细说了 然后呢 对我们今天先继续聊一下什么 到底什么是wallet 那么对于数字货币来讲 你的wallet 如果是在实体实体的这个 这个预定底下 一个wallet可能就是一个钱包 就是我们大家都有的 它里边可以装你的钱呀 然后装你的卡呀 装你的身份证呀 那么对于数字 数字资产的wallet 它是不是也跟实体 wallet一样呢 有讲吗 一个底的地方 一个狗地 那么什么是数字资产的wallet 是跟支付宝一样吗 不一样 OK 那么其实呢 他并这个数字资产的wallet 他并并不有 比如说像你 支付宝里边 你有100块钱 或者说 比如说你用了MTOKEN 或者用了COBO wallet 你有10个狗币 然后他并不说你这个wallet里头 就有10个狗币 或者说是你在哪里的 就有10个狗币 那么wallet的只是一个tool 它是一个工具 它实际上是管理你的key 然后你可以用你的privatekey 去签订交易 并且把这个交易 广播到这个链上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张图里头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单向hash的这样一个过程 就是说你有你的通过你的这样一把privatekey 经过这个椭圆加价曲线的一个运算 会得到一个publickey 然后再通过一个单向的hash function 然后会得到一个bitcoin address 然后你有了这样一个bitcoin address 你收 它可能是 它体现出来就是一块数字 或者说它是一个二维码 那么你收给别人 别人用一个目前一些钱包工具 或者说它自己去可以构建这个脚本 它就可以把这个 它的地 向你的这个dress里头发起这个交易 OK 在cobo呢 我们实际上是在cobo wallet里头实现了两类的这样一个wallet 第一类是中心化的钱包 也就是叫centralized wallet 第二类呢 是decentralized wallet 什么是中心化的钱包呢 所谓中心化的钱包呢 是指你用户其实并不会管理自己的私钥 你的私钥实际上是在cobo的后台去帮你管理的 它和我们传统的这个银行业务是一样的 比如说你在银行开了个账户 银行给了你一个这个户名 然后呢 它会给你一个密码 然后你用你的账户和密码就可以操作你这个账户上的钱 那么对于这个中心化的钱包也是一样的 我们在我们的后台会保存你的sell 然后呢 你可以从你的交易所 然后把币充值到我们的wallet里头 然后我们的wallet会去帮你去管理这把sell 帮你去签名这个交易 这是第一类 第二类呢 是要decentralized wallet 也就是说你的资料或者你的seed 或者你的master key 是在于你自己保管 就是说别人任何人都不知道你的seed 只要你拥有了你这把quarity 就能操作你这把quarity上的资产 那么实际上从十年之前 2008年bitcoin第一次出现的时候 其实它为什么它叫它一个分布式的这样一个钱包呢 或者说是分布式的分布式的这样一个存储呢 就是因为每个人可以用他的private key去管理他的资产 或者管理他的这样一个bitcoin ok呢 今天可能后期后面我会给 因为作为一个如果是一个中心化的这样一个钱包来讲 可能它就抹出了这个bitcoin里头或者说blockchain里头最大的这样一个特性叫 其中心化 所以说今天呢我跟大家分享的这样一个主题呢 更多的是在于decentralized这样一个wallet 那么对于一个decentralized的一个wallet 那么ok问题来了 就是如果说你只有一个bit 或者说只有一把private key的时候 你可以把它记在纸上 记在你的脑子里面 记在任何一个地方 你只要不告诉别人就ok了 那么当你的这样一个private key多了 你怎么来管理它呢 最初始的时候 它就是这样一个这样一个random的private key的管理的这样这样一个wallet 就是说所有的钱包 它会储存你所有的这样一把private key 那么这样的管理方式大家觉得有什么问题 或者大家设想一下有没有可能有一些什么问题 我能想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说 因为你所有的这样一个private key 都是这个随机生成的 那么你也就很难去用它来把它管理起来 有可能在一把private key上 可能十年之前或者五年之前 你存到十个bitc或者三百个bitc ok那到今天这就是一笔很大的资产 那么怎么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就是说现在目前主流的这样一个钱包 实际上都是HD钱包 所谓的HD钱包并不是高清钱包 而是多层确定性钱包 就是这两个字 这个是多层 这个是确定性 多层确定性钱包 什么是多层确定性钱包呢 也就是说它是由一个seed 会导出这个一把master key 然后经过master key呢 会derive出来很多child key 然后每一个child key呢 又能derive出来它的child key 就是说它可以再往下去derive 子子孙孙无雄近义 所以说用户只用寄这个seed 或者说只要寄出这把master key 它就能推导出来它的子的private key 孙子的private key 同孙子的private key 它的优点就很明显了 就是说你只用记住seed 或者记住这一把master key 就能用来保存你的整个的这样一个输入资产 那么在因为bitcoin发展了十年 然后也出现了 目前来说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标准 然后目前和HD wallet相关的标准有三个 一个是叫bip32 bip44和bip39 其中bip32就是刚才我给大家介绍的 多层确定硬账包的这样一个标准 它的过程简单来讲 就是说它的master seed 是一个随机生成的128位的这样一个随机数 然后通过master seed 经过一个hash function 然后可以得到它的master node 然后经过一个master node 可能可以derive出来它的wallet node 然后account的级别的这样一个priority 然后也可以继续向下derive derive出来chain级别的 还有address级别的这样一个priority 这个就是bip32定义的这样一个标准 它的优势就是说 你当你保存好你的seed以后 你就可以其实是可以用它 然后来管理你整个的这样一个 你的数字资产 那么当deep32被提出来以后 大家发现或者整个社区发现 其实还是有一些问题 有什么问题呢 因为不同的加的实现方式 它可能它derive的方式是不一样的 那么怎么来解决呢 那么就提出了deep44的这样一个改进 改进的这样一个方案 嗯 它就是一串sumtrum 然后以m开头 然后第一 第一个sumtrum 在deep44的时候就是它的purpose 然后它的扩头是44 那第二个sumtrum 就是cointype 实际上它是定义出来了不同coin的这样一个index 那么0是代表的bitcoin 然后60代表的是eth 195是trump 194应该是eos 嗯 再下一级别就是account level的这样一个index 那么你可以把它理解成为在一个大企业里头 比如说你不同部门实际上是可以把它定义成不同的account 比如说技术部门它的account这个index就是0 HR部门它的accountindex是1 嗯 ChangeID呢是另外一个reserve的这样一个字段 然后最后的这个address index呢 就是说最后生成的用来收币的这样一个地址就是它的address index 然后可以从0到1 然后到2 你这个就可以一直的向下去定义跟derive ok 有了b44的这样一个标准 其实 嗯 基本上大部分的问题就已经解决了 因为 如果说大家都按照b44的这样一个标准来定义自己的这样一个钱包 那么当一个这个master seed 你不管导入的是钱包A还是钱包B 因为他们的这个算法和标准都是确定的 所以说最终derive出来的address 或者说它derive出来的private key都是确定性的 那么在b44再提出来以后其实还有一些问题 比如说就是说我怎么样来能记住我这个seed呢 大家可以看到这是个例子 这里头大家可以试试看看里头有没有钱 可以试试 然后这个seed呢 实际上就是一个随机生成的这样一串 这个stream 然后呢 你如果记底下这个随机生成的128位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stream 其实还是比较有难度的 那么所以呢 社区又提出了另外一个标准叫bip39 然后这个bip39的这样一个标准呢 实际上是它把seed map成了 map成了一个一串 一串 它map过去以后就是官方的这样一个叫bip的注记词 就是说你可以用这一块自乎串来帮助你记忆 当你有了这个注记词以后 你就可以拿到它这个seed 也就是说 我们原来刚才德瑞讲的那个session里头有一个 就是说我们什么 就是说我们如何定义资产 首先这个定义 那么在这个wallet的这个contact底下呢 注记词和seed实际上是等同的这样一个关系 我们的资产和我们的sense 你可以把它说成注记词 也可以把它理解成seed OK 那下面就是一个怎么样从seed 推导出注记词的这样一个关系 我们可以看一下 其实它简单来说它就分六谷 把一个随机生成的128位的这样一个随机数 然后做一次1256的这样一个运算 然后取它的前四位 然后把它分割成12个片段 那么每12个片段呢 对应在word list里头的每一个单词 这样的话你的那个seed 就转换成了注记词 同样你的注记词也可以通过相应的方式 去转换成seed 这个是在标准里头 然后另外的是库里头 它也可以自己进行 添加笔赖 然后的话如果是在JavaScript社区里头 有一个library叫bip39 那里头定义了它的wall list OK 上面呢就是一个关于数字货币钱包的 基本的这样一个概念介绍 也就是说我们要做一个钱包 实际上就是要做一个工具 用它来管理用户的sell 那么因为如果它是random的sell的话 其实这个管理起来是特别麻烦的 所以说目前的整个社区 跟股流钱包的标准都是多层确定性的这个钱包 也就是说 你有 你通过你有你的注记词 你有你的seed 可以去derive出来不同 必懂这样一个address 所以问题也就转化成为 我们如何去管理用户的seed ok这部分都有问题吗 如果seed丢了的话 你钱就丢了 那他seed在的话 还能看得到seed 找不看得到注记词吧 你说 用seed去反推 你从seed反推 转过反推字注记词 还是 se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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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eed应该可以拿到注记词 seed和注记词实际上是一个一对应的关系 因为你如果生成这个 就是按照beep39的标准来讲 你可以拿到seed seed它实际上就是一个随机数 它一段随机数 然后经过这个运算 然后在wall list里头pick出一些单词 所以说保存seed 也就是说保存seed 是如何 这个构建这个一个安全钱包的最核心的问题 也就是说 在这个数字货币的这样一个领域 你的私钥就是你的一切 你丢了私钥 你就丢了你的 丢了你的资产 或者说你忘了你的私钥 那么你也就 这个钱也就 预备就出回来了 所谓的decentralize就是这个意思 那你的助记者可以采取那个seed 那会不会是可以 必须那么空放 是存在的 不是它是确定性的 比如说你的上 那不是有助记者seed 那单词吗 对 那么所有单词 你说把它loof一遍 你可以试一下 你可以试一下 现在应该有人在做这个事情 应该可以 你可以试一下 是有人在做这个事情 可以试一下 因为比特币运行十年 然后基本上所有的wallet 也就是 这套算法出来 还没有人能 由如此大的算力 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找进去 能找得出来 他必定要把所有的 他能找得出来 结论 就是结论 因为你的wallet 是以这个库来定义的 我也完全可以换一下 所以说它是完全一个 random生成的这样 这样一套算法 就是这个wallet list 就是这个wallet list 我们现在假设说 都用了bip39的 这样一个library里头的wallet list OK 它直接假设说只有1000个词 那么我完全也可以 把这1000个词 我换另外1000个词 这个词库是动态的吗 你可以自己来给你 嗯 那每个词库没有自己的一个词库 加盐盘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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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 就是128位随机数的生成算法 嗯 就是它要足够随机 你才能安全 这个是最核心的问题 你的问题是你问的哪个助记词吗 现在就在那个库里面词 然后就是用它来助记你的c 对吧 不是 它的意思是 我生成了这个c的 然后我把它map成了 就是说我把它对应到助记词 是帮助你来记忆的 是 所以我这样去的意思 比如说 我是cobo的用户 然后这位同事也是cobo的用户 我比如说你的cobo里面 最大是1000个词的第一次的词库 我的词库跟他的词库是一样的 还是不一样的 一样的 一样的 这个wall list是一样的 加入 都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 OK 假如你有10万用户 对 当然我觉得这个表现 就是说 其实 你碰出来只是那个词库 但是它是有顺序的 就是说大家看到这个注意词 假如说第一个单词 跟第二个单词顺序一变 我的c就是另外一个c 就相当我一直得到一个词典 在这个词典上 我就继续按释序 这个概率就比1000要几个效果 那你可以算一下 你1000个词 对吧 你可以算一下它的 就是说你可以试着算一下它的这个计算设计 OK 还有其他问题 OK 好 那下面那部分就是说回到我们如何来构签我们这个钱包 问题是我们为什么要用react native OK react native的有一个特点叫 learn runs run anywhere 就是说你用它来说 这一次的话你可以用它来写 iOS的 可以用它来写安卓的app 然后呢 如果你对react熟悉的话 你用它可以写by 所以呢 这样一个特性呢 对一个创业公司来说 或者说对一个创业团队来说是 以成本来讲是最合算的 因为到目前来讲我们的前端team也只有 就是所有的人加一起也只有六个人 我们有四个app两个web 所以说对 所以说我们选用了react native 第一个是从成本上面的考虑 第二部分呢 是根据我们的业务上来讲 因为右边这张截图呢 是你在github上搜索blockchain以后 你会得到的这样一个结果 我们可以看到呢 jowscript的这样一个library 实际上是有2200多个 然后如果再加上pibscript的话 应该能达到2500多个这样一个library 那么相比于第二名的python 其实是它的四倍之多 比如说你使用了react native 实际上是拥抱了jowscript 这样一个社区 有很多成型的这样一个library 你都可以 都可以去利用起来 对 第三点呢就是说我刚才讲的我们这个 人员节目的问题 我们希望用最少的人能做出最快的东西 OK 这就是我们如何来从技术上来架构我们的coco wallet 那么简单来说呢 它分了三层 最底下那一层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data store 就是它分两部分 一部分是UI层面的这样一个data 然后另外一部分叫keystore 因为刚才跟大家聊到的话 对于decentralized wallet这个语境底下如何安全的保存用户的p 实际上是一个wallet的关键 所以说在keystore这个方面 我们没有依赖于任何的第三方的library 我们没有把这个key比如说把它persist到这个redact store上 或者说利用了其他一些percent的工具 而是我们自己抽离出来的一个library 然后用它来管理这些key 然后从进度上来讲呢 我们是把这个用户的助记词跟seed 存在了这个native device的安全区域 对于iOS来说是存在了keychain 然后对于安卓来说是存在了keystore 这些进行的加密存储 目前来讲呢 我们这一块还全是jowscript的一个实现 在后期我们我们的计划是把它migrate到这个native端 然后可能会利用一些第三方的更安全的这样一个机制吧 这个是在wallet这边的这样一个 key的这样一个管理机制 对于wallet硬件钱包跟其他的 其他的钱包来说 它可能也有些不同 只不过是对硬件钱包来说 这个seed跟key 会保存在一个加密芯片里 也就是说当用户把这个助记词或者seed 存入了这个加密芯片里 它是再也出不来了 没有任何一个接口可以去把它拿出来 所有的签名的过程 包括getaddressed或generateaddressed过程 我们都是在加密芯片里头来进行的 也就是说对这个是我们从技术上面如何保存 保持用户安全的这样一个方案吧 然后另外一部分就是一些datastore 比如说这个account level的这样一些data 它的hdpath是什么 然后它的用户address name是什么 这样一些数据 我们使用reduct 和reduct persist 把它保存在这个数据的本地 那么在它的上一层是uilayer uilayer的话我们使用的是react reactnated 然后来去建立起这个 建立起这个ui的component 然后当然了我们还有一堆后台的服务 这些后台的服务是来做什么呢 就是说你当你签了一笔交易以后 你实际上需要后台的这样一个服务 把它广播到节点上 然后这样的话 你就在整个的正票的区块链上 它才能会得到确认 你这笔交易才是最终成功的交易 所以说后台的服务就是提供了这样的服务 我们app端和后台服务的话 我们使用的library 使用的这样的方式是rx.js 就是reactive programming的这样一个解决方案 然后后面的话 我会跟大家再详细的介绍一下 ok 这就是我们的技术站 react,react,reactnated和rx.js ok下面就是说我们在使用这些基础上的遇到的一些问题 或者说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做的比较不错的一个地方 第一点想跟大家分享的话 就是我们的在我们的这样一个项目上 或者说在我们的产品里头 大量的使用了这个rx component的这样一个概念 大家对react有了解的可以举下手 对就是如果对react有了解的话 这个pure component的概念是应该大家都比较熟悉的 它是就是说它和react component是 它就是react component的一类 然后呢唯一的不同的话是 react component没有那个 没有实现这个componentupdate这样的方法 但是对于pure component 它自己来实现了这样一个方法 它自己会做地步 当它判断了说probs or state变化的时候 它这个会去re-render这个component ok在使用这个pure component里头呢 我们也组结出来两点经验吧 第一点是不要mutate state object 第二点是在render的时候不要create a new function 或者是object或者是erase 下面这个例子呢 是一个大家能看见吗 可以可以 ok 就是一个典型的bad practice 就是说我们有一个 当然这个是我用web上面写的一个例子 就是说它有一个render function 然后在这个render的这样一个html component里头有一个button 然后这个button里头有一个click方法 然后在这个click方法里头做了一件事情 它把state上的item拿出来 然后重新push了一个newitem进去 然后把它set上 那这样写的问题是什么 如果使用pure component 如果使用pure component 请前段的同学看一下 那什么问题 写号是 就是es7的一个centest line 它的问题是我直接mutate了这样一个state上的item 因为在pure component里头是做shadow compare 也就是说我push进去的item也不会去触发regender 这个就是第一点 你never 永远不要mutate the state component 如果说你是要改变它 你就会 你用第三方的library也好 或者说 你用object design也好 把它生成一个新的这样一个object 然后附给它 ok 就是我虽然不懂您的ware app 是很简单的 但是比如说安卓开发里面 它 我不是专业的 比如说安卓开发里面 不是说你渲染到时候不能放在主线上 不能放到面的这个 是一个意思吗 可能还不是一个意思 对 因为这个是react的这样一个概念 你看react的渲染吗 它是render这样 讲细起来 它是render这个react component 然后react component 会先生成一个shadow DOM的react component down tree 然后down tree的话 会去diffreact library会去diff这个down tree的变化 然后把它apply到你的react native上 就是你真实的view层 这部分都是library 那你就是out click的这个是一个事件吗 就是你还是对这个buttons的那个东西做一个渲染 或者说是一个什么呢 这个是个call back function 就是我click的时候 它会靠这个方式 去靠这个方式 那你就回调一下吗 是 哦 OK 另外在react native 或者javascript里 因为它是一个单线成的这样一个library 所以说javascript是个单线成的语言 应该这么讲 所以说 因为我只是我看到在学校里学了一点安卓开发 对 然后也不懂 然后只是感觉这个跟你有点像 就是回调完了之后 你更新几个那个it都说你不能去4A那样或者是那个渲染东西 这个不是同一个概念 第二个是在rand function的时候 我不要去create一个new function 然后这里边也有一个例子 比如说在这个上面一个例子里头 我有一个custom import 然后在onchain上 我定义了一个箭头函数 就是说我会update 我会调一个update方法 那么它的问题是什么呢 因为这个箭头函数的话 你每call一次 它会重新create这样一个new function 这样的话 它会导致你这个component的render 但是其实它只是一个办的这样一个action 所以说完全你没必要去重新create一个new function出来 所以说可以参照下面这个写法 把这个call back 然后把它办得到 再construct 在你那个class component声明的时候 你声明一个update这样一个方法 然后把这个方法传到probs上 然后进入使用 ok 第二个我们大量使用的这样一个实践方式呢 是hoc 也就是hio的component这样一个概念 其实hio的component的概念 来源于这个hio的function 所谓hio的function 就是说你 它是一个function 你传入一个function 然后返回的是另外一个function 那么对应到component的这样一个概念里头 是它是一个function 你传入了一个component 转回给你的另外一个component 它有什么用呢 我们可以看那个右边的这张图 就是说对于一个component来说 我可以使用hio的component这样一种方式 就是把一些公用的这样一些behavior 或者说是stop 或者style 然后把它冲向出来 例如说 在你的app里头 你每一个page上都会有 比如说有一个下拉box 这样show alert 这样一个操作 难道在每一个component里头都会是把它放进去吗 这简单是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所以说在我们的app里头 我们把它写的定义成了一个high order component 然后如果说你是需要有show alert 这样一个行为的 你只要你简单的把它web一层就ok了 下面就是我们在项目中真实使用的这两个high order component 一个叫with navigation 一个叫with alert actions 第一个是因为在这个app开发里头 比如说从页面a到页面b 你有可能要传输一些数理过去 那么在react里头我们是通过这个navigation 然后给它传进去 ok 那么问题来了 假如从页面a到页面b我要传一些数据 然后从页面b到页面c我要传一些数据 所有的这些行为 所有这些component都希望它可以从navigation上拿数据 这样一个行为 那么怎么来做呢 实际上我们就把它抽象成为一个high order component 然后所有需要有这样一个行为的地方 我们就把它web一下 那么第二点呢叫with alert action 就是刚才我刚才讲的这样一个概念 就是说所有的地方我们需要去show alert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简单的把这个alert action把它web进去 这样的话所有需要有这个能力的话 只要经过这一层web就可以获得这个能力 这个是我们实际项目上的这样一个component 那么在这个component 在这个component上来讲它 它叫一个sign coin page 那么对于这个sign coin page呢 因为它有从redact store上拿数据的这样一个需求 所以说它用了connect这样一个hoc 它有受了这样的需求 所以它通过with action这样一个hoc 获得了这样一个能力 因为它也有从navigation上拿数据的这样一个需求 它也通过with navigation这样一个hoc 然后同样把这个数据拿了出来 OK上面就是说我们在使用react来构建我们的app 怎么样来做这个数据抽象和一些怎么样能达到一个性能上优化的一些点吧 主要的是两方面 第一个就是大量的采用的那个pue component这样一种component 第二个是把公用的这样一个逻辑做成一个hoc把它抽象出来 所有的需要的地方你可以把它直接web起来 OK那么在如果你是做web开发或者说是使用过react 那么你应该大概率会接触到react 我想调研一下大家对react有多少了解 或者说知道或者用过这个library 你是听说过是吧 OK react这个library实际上它是做这个state management 然后因为它有四个概念 对于react这个library action,ducer,dispatch,commitware 就是说react它有一个全力的这个store 用来管理你app这样一个状态 任何需要去中心store上的change的话 你需要去fire一个action 这样一个action会经过一个middleware 里面会做一些side effects 比如说靠一些api 然后写你的local storage 在你的local storage里头写数据 对等等这样的事情 然后经过这个middleware会进到一个reducer里头 然后在这个reducer里头会进行相应的计算 然后最后把这把这些reducer里头的change 然后apply到你的store上的变化 同时这个store上的变化 会触发你will的通心 所以说这个就是reduct整个的一个数据流的关系 也就是在react整个的设计里头单向数据流 也就是这么一个概念 通过一个action去引发一个reducer的变化 然后去触发一个reducer reducer会引起store上的变化 store上的变化 会去渲染你的will层的变化 下面就是一个最简单的reducts list 它就是一个to-do list 当我发了一个site visibility filter的这样一个action 它会去触发你state上的这样一个visibility filter的变化 然后当visibility filter变化以后 如果你在你的will层connect的这个field 你相应的这样一个will就会被update 那么如果你如果用过reducer 或者说如果用reduct来构建一个application的话 其实有一个最难以解决的问题 或者说比较难解决问题 就是说怎么样来去管理这个eboot action 所谓eboot action 比如说你去fetch一个api 这是一个eboot action的例子 你去往storage里头写一些东西 这也是一个eboot action的一个例子 那么在我们的context里面 你和加密芯片进行一次通信 因为它也有可能是一个eboot action 那么在社区里头 其实已经有了很成型的这样一个方案 一个叫比如说是reductsum 还有reductsaga 还有比如说reducts observable 其实上面两种方案呢 都是简单的使用promise 或者说使用function 然后来去管理你的eboot action 那最后的一个reducts observable 其实它跟上面的有些不同 它是依赖于rx.js 然后来去管理你的eboot action 我们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例子里头 这是我真是写的一个project里头 我们怎么去管 怎么去发这个eboot action 比如说这个action叫batch active role 然后呢 它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呢 它首先dispatch的一个start batching的这样一个动作 那么这个action发出去以后 可能会导致你store上的一些状态变化 这样的话 你的view场可能有个loading bar 然后你会通知用户你正在loading 那么OK 它返回了一个promise 叫getActiveDetailed这样一个promise 然后在它的resolve的时候 它发了一个第二个action 去dispatch了成功的这样一个action 当它有任何错误的时候 它会dispatch一个field action 这个就是我们用reductsum 或者说withoutsaga 你会你的代码就应该大部分就是长这个样子 那么promise有一些什么问题吗 其实它有首先它有这样几个特别 就是说第一个是guaranteed values 就是说你发了一个promise出去 你的sin方法或者catch方法是一定会被保持执行的 你发了一个request出去 你的sin就是说你request成功 你的sin肯定会被执行 你的request失败 你的catch一定也会被执行 这是第一个特别 guaranteed values 第二个是immutable 就是说你返回的数据是不会有任何变化的 它是一个immutable data structure 这是第二点 第三点是single value 也就是说它不管是用sin chain 它resolve出来是一个data 就是single value的这样一个特点 那么这些特点又是一个什么问题呢 OK 我们看一个例子 下面呢是我们这个钱包里头的第一个页面是资产页 就是说它会列出你所有的币种 比如说在这个页面里头有eth有bcc 那么OK我点击了一个eth 我进到我的eth的这样一个钱包 然后它会再去发下面的request 比如说它会去batch你的balance 然后它会去拿你的transaction 这是另外一个request OK这个时候 当这个request没有回来的时候 如果返回了back button 那么我的sin方法里头的内部 是不是也会被执行 对吧 这个没有问题吧 但是你从用户的角度上来看 你返回 你马上进来 然后你再点击返回 它其实是不期待那些逻辑被执行的 它也不期待那些request会被调用的 其实如果说比较好的一个方式 我们如果能cancel这个request 是不是会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 cancel request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优势呢 第一个是你能节省你的计算资源 特别是在app这种 因为你不知道你的用户 或者你最终的用户是在一个什么样的手机上 来使用你的app 可能是一个很低版本的安卓 那么能节省用户的计算资源 这是一个很大的这样一个优势 第二点是它back force这样的一个切换 很容易导致你的状态上的一些改变 那么这也有可能经常会引起一些比较奇怪的答案 我们就是说那么好了 我们有需求是我们希望这个request被cancel 那么怎么来解决呢 答案是rsgs 但是怎么来解决 可能我在后面的这两张slide里边会给大家具体看看 那么首先跟大家先简单聊一下什么是rsgs 那么rgs里的核心概念就是一个observable 今天可能我不会特别的深入的去聊rgs跟observable 因为如果展开的讲的话 可能会需要一下午的时间 或者说一本书的这样一个篇幅 然后能采取管理的事情 我觉得是要能讲清楚 可能只会跟大家去聊一些点 那么所以对于一个observable来讲 它是什么 它是它是一个数据流 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底下这个意思 就是说在我们总共的这种变成的想法里头 对于数据的这样一个集合可能是一个array 你把所有的数据然后放在这个array里头 那么但是它缺乏另外一个维度上的一个观察 就是说时间维度 就是说你怎么量来从时间维度上 比如说我发一个request出去了回来了 这可能是两个value 那么在传统的这样一个 或者说没有rreact programming的这样一种方式里头 我是没法描述它 那么result 这个observable的这样一个概念的引出呢 是它给了你这样一个定义 和这样一个描述 它是一个value的这样一个stream 它可以基于时间的来表达这样一个数据 ok 有了这样一个数据 它能做一些什么东西呢 它可以很简单的去做map filter 去做reducer 去做contact 它还可以很简单的 因为它是基于时间上的这样一个描述 可以去做debounce 然后可以去更加复杂的一些这样一个操作服 比如说像merge map 或switch map这样一个操作服 这张图呢 其实已经很清楚的跟大家展示出来 这个rgs能做什么 比如说上面的这样一个stream 我经过一个devounce的一个操作 在某一个时间我可以把它devounce 然后你订阅下面这条输入的数据流的话 你就能达到一个被devounce过的这样 这样一个新的这样一个stream ok 那么类似于我这里头讲的switch map switch map呢 是一种新的数据流 它做了一些什么东西呢 实际上它是switch和map的这样一个合集 map呢是一个什么概念 就是说map的概念是 我可以把一个数据状态变成两个 比如说在这个switch map里头以后 我可以把圆形的这样一个数据 给它map成一个 零形和这个正方形 然后对于那么上面这个流的 经过map以后的这样一个数据 就变成了三条这样一个stream 每一条都是一个零形和正方形的这样一个stream 然后我可以再进行switch switch的话 也就是说我可以重新的去订阅最新的这样一条数据流 在这个例子里头 因为它刚开始变成了这样一个零形和正方形这样一条流 那么当有绿颜色的这样一个流进来的话 它去订阅了这个绿颜色的这条流 那马上这个蓝颜色的这个流出现以后 它又会反而去订阅这个蓝颜色的这样流 所以说最后经过switch map操作以后的这样一个stream的话 就是下面这样一个stream ok 这个如果说是对rts没有使用过的话 这个概念可能有些出现 那么我们来举两个具体的例子 我们现实的业务中都会用到的这样的例子 比如说我们有在页面上 或者说在你的app里头有一个button 然后这个button呢 你点击了一下它会有一个试点 比如说发了一个request 对吧 那么我可能它是给我们的后台 然后发request 我肯定不希望或者说我的业务上有需求 不希望这个request发的特别频繁 或者说防止这样一个黑客 或者恶意的这样一个攻击 它用脚本的方式来不断的去点击 发送这个request 然后达到顾及我服务器的这样一个目的 那么我该怎么做呢 如果没有rx你怎么做 可能有一个定时器 然后在这个定时器里头set了一秒钟的一个timeout 对吧 那那段代码可能有这么长吧 但是如果你是把这个button的click事件把它转化成一个流 一个observable 那么就很简单的你可以把这个流进入 sortle time这样一个操作服 它会去限流你这样一个数据流的变化 达到我刚才说的同样的一个目的 比如说具体的代码来讲 就是说我们可以把click这样一个event 把它变成一个observable 然后进行sortle time 然后我去subscribe这样一个数据流 当我收到这个event的时候 我才会进行相应的一个操作 这就是rxs一个最简单的这样一个应用 ok下面一个是 下面一个应该是我们在项目中 或者说在产品上经常预见的这样一个需求 比如说我们有一个input或者searchbox 我们需要我们type了一个单词吧 然后他会去后台发一个请求 把一个search result给前摊 然后前端会去render 那个search result的这样一个list 那么ok 我如果type了一个rx 他会发一个arequest出去 如果我发一个 然后我紧接着又type了rx.js 然后他会发一个brequest进去 那么问题来了 如果brequest的response先于arequest回来 那你前端那个列表 runder是什么样的这样一个结果 就是b先回来b再回来 应该runder出来是后回来的那样一个结果 但是这样一个behavior 其实并不是我们所希望的 对吧 我们希望是用户type了rx 那么在typerx.js的以后 我们希望呢 是我们能拿到的是后面的一个 用户真实的这样一个type的结果 不管 而不是说 因为这个network延迟的关系 我拿到了一个之前的这样一个search result 那该怎么做呢 你如果把这个input box把它match成一个observable 然后借用刚才我们那个switch map的这样一个操作 因为它总是订阅你最新的这样一个流 所以说它订阅的是你最后的那个流 这样的话 你最后得到的结果 就一定是你最后反复的那个结果 因为前面的这样一个流的订阅 即使它后面那个前面那个流的订阅 在有新的流订阅以后 它会被unsubscribe掉 OK 刚才讲的是两个最简单的操作图 是希望给大家很直观的展示一下rx.js能做什么 并且它那些操作图是一个最简单的这样一个demo吧 那么回到我们刚才那个问题 我们想做什么呢 我们想做cancel 就是说在一个页面里头 我们想cancel这个request 那到底该怎么做呢 其实如果说你是用了redact observable 或者用rx 这个问题就特别简单了 你只需要加一个take until的这样一个operator 那么我们具体来看一下这个代码 这个就是说我当 当我在我页面进来的时候 我去拿了我这个云端 我去拿了我这个用户的所有的资产 我就靠了一把epi 然后呢 如果成功的时候 我把我这个数据 然后发了一个action发出去了 如果我失败的时候 我会收一个alert出来 那么好了 我如何cancel它 我只要再加一个take until这样一个operator 当这个页面返回的时候 我去发一个cancel query的这样一个action出来 OK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那么使用这个rx呢 就是说可以极大的 就是极大的这样一种思维上的改变吧 把你从app开发的这样一种模式中解放出来 以这个reactpro就是响应式编程的这样一种想法 来去去管理你的一部操作也好 管理你的用户用户的这样一个操作也好 OK 那下面一个希望跟大家分享一点 就是说在我们的app里头 我们也支持了这个dapp 所谓的dapp呢 就是叫decentralized application 最不明的例子从去年呢 应该就是那个加密猫的游戏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 或者有没有人听说过 就是说它是一个游戏 然后呢 你可以用你的ath去买猫 然后你这个猫可以跟其他有猫的人 应配对 然后它会生出来小猫 然后这个小猫的话 因为它会被token化 所以说它还可以 它如果上了交易所 你还可以进行买卖 就是类似于这样的一个decentralized application 那么之前的这样一个游戏呢 大多都是在这个client 在这个桌面端 或者说是在这个browser上网的 那么怎么样在那个钱包里头去支持它呢 其实它就是简单的这样分次補 第一步呢 我们需要在这个 因为目前的这样一个dapp主要还是基于web 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我们的app里边提webview 然后在这个webview上呢 我们会要inject一样这样一个object进去 然后这个object进去以后 对于那个eth来讲它就是web3 然后对于比如说我们 因为我们的app现在是支持eth跟tron 那么对于tron的app来说就是tronweb 然后呢这个object呢会hijack所有的这个transaction 就是说需要用户签名的这样一个交易 然后呢把这个交易呢 从我们的webview里头送到我们的mobile上 然后我们在我们的mobile上完成这样一个验证交易 并且签名最后广播出去 这个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流程 那么具体到我们最近在做tronweb支持的话 我们我画了一个简单的时序图就是这样 就是说当我们的dapp会发起一个sign transaction的这样一个交易 然后呢我们注入的这样一个tronweb 会拿到这个交易 然后把这个交易呢放到我们的一个transaction queue里头 然后我们会有一个worker不断的这样布这个queue 然后把这个queue里边的每一笔transaction 然后都送到我们的app里头 我们的app里头会进行transaction的wifi 去证明你这笔交易的参数 确实是和你要给我签名的东西是一致的 然后如果这个验证通过以后 我们会签名这笔交易 然后再返回给这个web端 web端会拿到这个交易以后 然后向链上进行广播 这样的话你的比如说你你一个买猫的操作就能啊 就能这样完成了 ok 那么在这个区块链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赛道或者这样一个行业里头呢 我们其实他和就是说 因为我之前也在Solvox 然后从Solvox离开可能有快一年的时间 然后加入了blockchain这样一个行业中 为什么我选择加入blockchain这样的行业啊 可能大家如果说没有加入的话 可能在自己的这样一个印象里头 可能他就是炒币的或者说就是投机的或者传销的 但是其实这样这样一个行业还是在一个最早最早期 然后因为他跟钱离的特别近 因为你你发一个coin 他上了交易所 那他就是钱 对吧 所以说有各种各样奇奇怪怪的人就进来了 但是也确实有一些很靠谱的团队 比如说像我们 然后再认真的做一些事情 这下面这样一些library 都是我们open source出去的这样一个library 像Cobo Trunk Cobo EOS Cobo BTC 跟Cobo这样一个crypto address 所有这些library呢 是为了让开发者 或者说让其他跟像我们一样 想真正做点事情的同学们 能更加的简单的使用这样一个blockchain 比如说我们这几个library是干什么呢 比如说是Tunk和EOS 这是两条最新的图片 那么你如果是因为这个开发的时候 他们的一些官方的client 其实还没有ready 所以说我们就去自己去把包装了一个 我们自己的这样一个library 然后能方便的能方便第三方的开发者吧 去简单的去可以去散传生成交易 ok 在使用这个native和react的这样一个技术构架里头呢 我们其实也遇到了很多一些困难和坑 尤其是react native在安卓上的一些支持 因为安卓本身随变化 然后包括其实实话实说来讲 react native对安卓的支持是不好的 有很多react native本身的bug 导致在native开发可能很简单的那个事情 但是在安卓上做不了 但是我希望今天跟大家分享出来 就是我们的一些自己的这样一些经验吧 首先呢对于react native来讲呢 它是比较适合start up的公司去快速起产品的 因为你一个人开发 或者两三个前动工程师的话 你就可以去写这个application或者去写外 所以说它是比较适合于创业公司的 第二点呢就是说 当你的app大了以后 你怎么样去设计你的react store 这是一个很核心的问题 因为我们确实遇到了这样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们之前react store拍的特别平 然后什么东西都往上面撇 然后甚至有曾经有异度的话 我们是觉得component是不应该有自己的这样一个stake 把什么东西都放到store上 然后这样的话会导致里头store上的没有一个很好的structure 然后它数据有一些ublication 那么我们也被坑了无数回 所以说当我们在今年的话 我们启动了这样一个project 清理我们这种有个store 就是按照比较好的一种设计去structure 整个app的data storage 然后把该玻璃的玻璃开 把应该属于自己内部component放在内部 然后全局的放在global这样一个store上 这样的话 app的性能也明显的这样特效提升 其实这里头 那么关起门来讲 之前曾经有一度时间 我们某一页的render次数达到了30多次 然后当然 这个如果写过前端的同学 就知道这是一个多么可怕的问题 就是首次render 第一次render 直接想是render了三出八次 然后再做过了这个东西以后 我们把它剪到三次 对 这也是下面我想讲的就是避免rendering 就是说你当你structure好你的reductor 设计好你的状态的话 你能很好的去避免这些rerender 重备的这样一些困扰吧 让你的性能会有一个比较好的提升 最后一点呢 就是因为jowscript的这个single thread的这样一些特点 我们没有遇到 没有利用起来像java和安卓里头 比如说像multi activity这样的一些特性 所以说这也是我们选用了这样一个framework 带来的这样一些问题 ok 最后想给大家讲点就是 我们还在招聘啊 ok 就是说我们在目前在西安跟北京 包括上海都有职位的开放 包括前端后端 如果大家真的希望是 在区块链的这个行业 或者说在这个赛道上 做一点实事的话 考虑一下加入我们 大家有什么问题 我们一轮拿了1300万美金 我刚才我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刚才介绍有一些办法 比如说减少rendering的次数 对 那些其他提高性能的一个措施 我想知道你们有没有什么benchmark 比如说来量化 你这个事情到底提高了多少些呢 第一点是react native提了一个 本身有一个工具 叫profil工具 然后它会去绘制你这个start的FPS 在我们Render38次的时候 我们GIS的FPS曾经一度掉到0 或者1 就在这个level 然后当我们最后做了这个优化以后 它保持在40和50之间 还不是特别好 我们是希望能让它在60 确实 就所有 还有其他问题 刚才介绍这个 这个 这个 对 对 t install t install 那它是全身很清楚 没有 是 那如果手机或者设备多多 都有所换的 所以要备更好一个pbc 因为我们对于这个decentralized wallet 我们不可能把它存在我们的后台 那它的资产就成我们的 那就是它怎样去备份时出入自己的事 首先注意词就是一个词表 我们在生成注意词的时候 就会提醒用户要及时备份 然后并且 你就是把它打印出来 或者把它写下来 或者寄到脑子里头 门在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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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有钱的人的话 一般会这样 他们会把诸记词保存几份 然后一份就在某一个地下的保险箱里头 然后另外一份可能是在老家的里头的坑里头 那你可以那么存 当然你可以 当然现在 更如果说你超过 超过十个比特币的话 你也可以把它分开起来 其实对于多大的像这些机构的资产交易 其实我们是采用多签方案 这可能今天不是今天的这个特币 就是如果多签方案就是说 我一笔 我一个转账或者一个地址 他的这样一个transaction的确认 是需要多方来确认 是需要多个quarity进行签名的 这个在我们2C的业务 2B的业务和我们 这个CopoWatt上已经实现了相应的这样一个方法 就是说 假如说我要转50个PC 那么我这个address是需要三个人 五个人里头有三个人进行同时的这样一个确认的 所以说那他们可能就是三个人 这实际上相当于你内部报销的这样一个流程 你需要你的一线老板的审计 你需要你的什么 当然你的钱多了 可能需要你的CFO的审计 就是类似于这样一个现实生活中的这样一个流程 我说一边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